小时候早点,多数是在家喝粥吃泡饭,馒头,那时咸菜除了自家做的毛豆炒雪里红,炒萝卜干等,买的咸菜多数是实景菜,五分钱可以买一小碗,豆腐乳味道很鲜美,臭豆腐乳三分钱一块,店里是散卖的,人们得自己拿着碗去店里买几块, 记得有一次,我五个和六个去买臭豆腐乳,没有直接回家,还去了商店瞎转悠,结果熏着了店里在场的所有人,偶尔也吃咸鸭蛋,一个蛋分两人吃的,条件好的人家也有吃酱瓜呀,醉肤,大头菜很咸,紫菜榨菜,蛋花汤,点上几滴麻油,真是美味,我们很少去外面买来吃的, 但爸爸会从单位食堂里买了典型带回来吃,比如排叉和麻油散子,脆脆的好香 进入七十年代,哥哥们都工作了,母亲的手头也宽裕了些,偶尔的我们也去买早点回家吃,大饼油条豆浆是绝配 咬一口大饼裹油条,喝一口豆浆,那感觉就是美,咸豆浆四分一碗,里面有油条,榨菜丝,紫菜,虾皮等,滴上点麻油,好吃极了,但我也只吃过一两次 人们将油条穿在筷子上拿着回家,要买豆浆的话,还得自己带个小锅去 上海人把铝锅叫做钢粽子,那时候一般家里的钢粽子几乎都换过底的 锅底漏了,舍不得扔掉,去修理店换一个锅底再接着用 吃饭团,糯糯的,香喷喷的,有的时候也晃晃花样,吃饭糕,麻球,糯米团子呀,枪饼等等,都很好吃 儿时家境清贫,平时很少有点心吃,但就这少有的点心中,吃过最多的是油澡 每次母亲会给我两三根,将一头在嘴里抿一会儿,再慢慢地嚼 油炸的食物比较受欢迎 那年月,人们的肚子里没有水 母亲的饼干箱里经常有一种口感干松硬实的硬糕 母亲叫造果,咬一口嘴里粉粉的 如果这时开口说话,粉末容易从嘴里喷出来 绿豆糕比较软,豆酥糖介于两者之间 吃过几块动物饼干,会兴奋地模仿一下那动物的动作和吼声 我喜欢将这种盖奶饼干竖着放嘴边,用门牙顺着饼干边刨着吃 万年轻,华夫,蛋卷,母亲很少买来吃 一是贵,二来太甜 炎热的夏天,连树上的枝疗都叫不动了 这一声吆喝,是最悦耳的了 卖棒冰大叔的木箱里有用小棉被包着的三分前一根的糖水棒冰和四分前一根的赤豆棒冰 有点化了的,或者是棒冰棍断了的,卖三分前一根 家里人多,一买买好几根的,用毛巾裹着拿回家 遇上有大半根吃豆的棒冰,就高兴得不行 不舍得咬着吃,伸出舌头铁 第一下往往,舌头会被粘住 忽一会儿,甜水就顺着手指往下流 赶紧的连锁带桌 条件好的买八分一根的奶油雪糕或一毛二一根的紫雪糕 我工作后才去店里买冰砖吃 1983年下,在北京,看见一个卖冰棍的 我问,有小豆冰棍吗? 他抬起头瞅着我,来了一句 哪家的小豆不生虫?